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跌给你看 好了 那问题是前几天连续跌了好几天之后 今天盘 对不对 来到这个9000亿附近的话 终于短线上跟你先谈了一下 但问题是各位 今天这个盘呢 就是因为来到9000亿附近跟你谈了一下 所以可能对很多人来讲的话 今天盘又变得很难做 对不对 为什么 很简单 各位我请问你 今天这个盘开盘以后往下杀 往下杀不打紧了 反正最近盘就是往下跌 所以各位基本上可能看空 你开盘如果去做空的话也没错 但问题是各位 今天比较诡异的在这个地方 当开盘 爆爆爆给你杀到9090这个地方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瞬间急刹车 往上给你拉一波 各位 从第一波的这个9090 往上来到差不多9140这个地方 各位在这一段的时候 当它往上走的话 我请问你 你怎么看这个盘 或是你怎么操作 他你好像准备要开始反弹了 最坡拉的速度很快又很急 重点是 上了9140之后 往回答 到这个地方跟你再谈一次 各位到这边10点半 你再怎么看 都觉得这个盘好像有机会 后面对不对 要继续往上走 可是后面 如果在这个地方 跑去做多单的话 糟糕了 后面爆爆给你往下杀 所以今天的两个关键 第一个 当今天在前面指数 来到9090附近的时候 各位在这个地方 你的心态是偏多还是偏空 各位这是今天的第一关键 在这个地方 各位我敢说了 今天事实上有很多的人 当指数来到9090附近的话 各位说真的 你的心态还在偏空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很多的人 你的手上 恐怕还是 手上握的是空单 问题是你握的 如果是空单的话 急拉这一波 我请问你你怎么办 到了平板以上的话 对不对 倒没掉 你大概空单 你要任赔出场 那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跑去做多单的话 到砍一波 回到9090 各位 你今天就扒两次了 今天这个盘 真的对一般来讲的话 算是一个很难操作的盘 因为今天的一个方向 一个9090 跟上去一个9140 这两个地方 如果你拿牛不对的话 你就扒两次 但是问题就来了 那各位 问题是今天当第一波 往下来到9090附近的时候 你晓不晓得 这个地方已经是今天的低点 这是第一个关键 对不对 那个问题是 如果今天第一次来到9090 如果你不晓得 那个是低点的话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各位很简单 如果今天要是你不知道 第一波9090是个低点的话 那反过来讲 如果今天你已经跟着 微观性操作的话 你会看到这样一则抠讯 在8点51分的时候 各位 8点51分 很早 这抠讯 讲到什么东西 你自己看吧 各位 今天的下档 先看哪里 各位 就在看 9100到9090 这个地方 在9100没有跌破之前的话 后面的盘 看去见震荡 各位 8点51分 8点51分 今天下档 就看9100到9090 就在这个地方 8点51分 那我请问你 那今天在8点51分的时候 你跟着那些人 有告诉你说 今天 低点在看9090吗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那各位 就是我在讲的嘛 那每天你就自己乱乱做 不是吗 所以我刚刚就讲 各位 如果今天 你在低 或少少9090 你还现在开始看空的话 那你不但手上抱着空 被嘎上去 你该做多 你没做多 你包括空内被嘎上去 我说各位 这对于说一来一往 不是30点20点 各位是五六十点以上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各位 如果今天第一波下沙 你不知道该做多的话 那你现在看到 哎呀 为老师今天原来在8点51分 已经告诉会员了 哇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要看 今天的低点 就看这个地方 那我讲得对啊 这是我跟你所谈的嘛 如果每一天 你能够在盘市发生之前的时候 你就先能够抓得出来 这边的对 今天的盘的高低点的话 我一直跟你讲 你觉得盘有什么难做的 不管今天这盘 大涨也好 大跌也好 盘整也好 各位通通每一天 一直在讲 各位就是在考验你 你有没有本事 有没有方法 知道每一天 关键的高低点 可是如果说你自己 你真的你不知道该怎么 你不知道该怎么 抓这个点位的话 各位 那你对不对 你跟着 会抓这种点位的分析师来做啊 而为国卿我每天 我都在做 每天我都在做这件事情呢 我问你 今天全台湾起过市场上 在8点51分 除了我之外 谁给你发这种扣讯 8点51分 谁给你发这种扣讯 我说各位 这就是关键所在嘛 而且各位 也不是只有今天 每一天不都是一样吗 好了 那各位反正讲 对不对 反正今天好吧 第一个 下面支撑就9090的话 对不对 该做多就做多嘛 好 那各位 所以今天第二关就来了 其实今天这个盘 说真的有点诡异在什么地方 我们直接看左边这边吧 这诡异在什么地方 今天这盘真的是 真的是行情分成两段 为什么分成两段 自己看各位 今天从开盘开始 今天大户的操作 也是不太规律 不像前几天 一直做空 对不对 今天可不是这个样子 今天开了盘的时候 前面一段 大户确实是在往空的方向操作 只是空的力道不强 今天其实多空力道 通通都是在白色区间线之内 到不来我们说再远一点点 不要挡到下面的白色那个线 好谢谢 各位看到没有 今天各位从开盘到收盘 大户不管在做空 或是做多 做多也是一样 那个力道来到上面那个区间线的上缘 也没有出去 做空对不对 也没跌破那个下缘 所以各位今天整个盘 又很标准形成一个有没有 一个区间的横盘在这个位置上 好但是各位反正 东西 我跟你讲各位 东西好对不对 就等着你用 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又来了 今天一开盘 9118箭头就开始翻空 大户在做空 那你该怎么做 哎呦该做空 对 太盘做空没有错 是做空 因为箭头也在翻空 大户还在做空 对不对 两者同向就做 可是各位 关键就在于这个地方 当指数杀到9090那个地方的时候 各位不单 对不对 已经来到了 我在8点51分 跟会员所谈的 今天的下档 要看这个地方 各位除了 对不对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抠讯之外 各位除了这个抠讯之外 好了那各位 就算你看箭头好了 那也是一样 箭头在9095这个地方 开始翻多了 好了 二众之外 你看后面 后面的大户 那个力道就是开始由空 转成开始做多 对不对 那9095之后 你赶紧做个多单上去 所以今天这盘 你觉得有难吗 9095很关键的一个点位 对不对 是啊 好 箭头翻多以后 后面大户 确实也开始从空 开始翻多座 按钮杆去做多 好了 中上学有各位 来到9140这个地方 多单开始跑一下 重点是各位 后来在9133这个地方 今天又开始翻空 我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 各位今天有两个 很关键的位置 一个叫9095 一个叫909133 我跟各位讲 我说过 今天这个盘 就怕对不对 第一波下杀 来到9090附近 你不知道该做多 你抱着空单 被搭上去 反过来讲 当今天前面那一波 拉上去之后 各位你千万不要 到9140以上 跑去抢多单 最迟在9133这个地方 今天当中开始翻空 所以各位 到这个地方 你不要还去抱多单 后面可以杀给你看 之后也是一样 今天的箭头都跑得比 大户力道还快一点 今天也是率先翻空 重点是 当今天翻空以后 对你看一样 那个大户 虽然说当时并没有做空 可是问题是 那个做多的力道 很明显的开始 在往回做收敛 那我各位 其实在这边上 我就一再讲 我不单教我的会员 各位我也教你 怎么去做 对各位 箭头翻空 大户 只要它的力道 对不对 没有继续去做多的话 也说那个力道 没有继续 多的力道 没有继续增加的话 尤其各位你看 今天一整天 那个大户做多的力道 全部是压在 那个白色有没有 上面那个 那个白色那个点点 那个区间线之内 所以各位 今天的盘 对再怎么弹 它就是个区间盘 它不会成为一个 一个涨了什么 50点100点的那种 大多不会了 因为今天做多的力道 全部压在 那个白色那个线 就在那个地方而已 好了 那各位 先做翻空 对不对 大户的力道在收缩 重点是 今天弹上去 对不对 我们三个画面一起看 各位也是一样 对啊 今天弹上去 基本上 你知道今天压力 在什么地方吗 各位今天往上去 那个压力 往上一看 第一个 各位 再往上面去 那个压力 在9157这个地方 各位今天弹最高点 没有来到9157 来到914几 但我说会 你就 来到压力这个地方 你10点之内 对不对 你往下算吧 等于说9145 9147到9157 这个地方 大家就见到高档区了吗 今天其实最高点 几乎就来到9147 那个地方 各位 但不管怎么样 反正 对不对 上去以后 已经几几乎 来到压力线 那个附近了 重点是 箭头又给你翻空 我说对 我说各位 这个箭头 做空可不可以做 可以做 可以做 因为什么 压力线在这里 除非这个盘 后面能够突破 9157的话 代表说对不对 突破压力线的话 那我的空单就要出掉 否则不然 只要压力线都还在的话 对不对 怕什么 你空单就去做吗 对我说 各位你看 今天对不对 今天整个大户的力道 不管多或是空 几几乎都是来到 白色的那个区间盘的上下远 都没有出去 不像前几天 哇 你像昨天那个大户 那个做空 对不对 空成那个样子 一点给你跌100点 今天大户做空的力道 都是 像是前天 对不对 这个地方不要挡到 各位你看 讲的话我顺便跟你讲一下 各位看到没有 我也在讲各位 如何判断当天的盘氏 它是一个趋势 比如说昨天 为什么跌100点 因为昨天大户 对不对 强力做空 所有那个做空的力道 统统在那个白色区间线 外面很远很远的地方 对不对 可是你记不记得 为什么礼拜三 当天横盘一整天 当天大户都在做空 可是你看 那个做空的力道 顶多对不对 一样 在那个白色区间线的里面 所以当天 盘氏有来回正 可是正来正去 为什么没有大跌 因为大户做空的力道 它是个区间盘的力道 不是个趋势力道 你看得懂吗 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开盘那一段 后面那一段 基本上对不对 都是个区间的力道而已 好了 那之后 9133再刷下去 刷下去之后 到了911这个地方 你看各位 听得懂 一趟空 一趟多 再一趟空 就够了 后来911有翻多 可是各位 那当时大户的力道 开始慢慢做空的力道 开始再增加了 而且当时已经快收盘了 对不对 多单不做了 已经前面已经三趟 所以各位 今天这种盘 开盘的时候 接着跟大户有同像 先做一笔 接着跟大户同像 再做一笔 最起码 今天光是前面这两笔 你抓住的话 各位 已经不止50点了 那已经很好 到差不多10点 10点多 11点左右 你就可以下课了 你真的后面都不要做 都没关系 各位 在那各位 维国庆的当冲 你真的不用从开盘 做到收盘 开盘以后 对不对 一笔也好 两笔也好 对不对 已经达到你当天的 比如你一天 你的当冲目标 不管30点50点 各位 一笔两笔有的话 你后面真的可以不要做 各位 维国庆的会员 我一直跟他们讲个观点 各位 什么叫做快乐的投资人 不是从开盘冲到收盘 不要那么累了 对不对 一天你冲五个钟头 你不累吗 而且各位 今天我在讲一个笑话 做期货 只有一种人 会从开盘冲到收盘 你知道哪一种人吗 就是一路做错的人 对不对 开盘做一笔 哎呀 做错了 心有不甘 对不对 好 我要拼下一笔 把前面一笔赔的赚回来 结果各位 问题是你前一笔 做错了之后 你的心开始有一点乱 好 你这就做第二笔 对不对 因为你心开始乱 所以各位 你可能第二笔 也不见得做得好 第二笔又做错 更不甘心 继续冲 继续冲 哇 一天 一天从开盘 前面一路错 一路不甘心 就一路想去把它搬回来 一盘冲到收盘去 冲了五次八次十次 对不对 错错一大堆 对了一点点 一天下来 哇 累死了 我说各位 你千万不要当那种投资人 不要从开盘冲到收盘去 对 如果说你 对不对 各位你真的想 开盘以后 对不对 你做一笔也好 做两笔也好 各位 一天三五十点 已经都达到 进到你口袋里面去的话 你真的后面还要去拼吗 各位 除非你真的有那么大的精神 那我就祝福你就去拼 不然对 现在这种盘 一天 对不对 三十点 五十点 进到口袋里面去的话 我跟你讲 比什么都好赚 不是吗 各位 我也在讲 各位 如果你刚才大资人先机的话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我就讲 各位 你不要小看 期货一天二三十点 我跟你讲 譬如说 一天平均 期货你赚三十点 一天平均才三十点 那个不算多 不算很大一个 不是说一天 要你去凭个什么一百点 各位 问题是 就算你一天 对不对 你平均能够赚一个三十点就好 那各位 我讲一个月 二十个交易日就好 那各位 那你一个月 可以累积 对 二十年 你可以累积出六百点出来 那各位 我请问你 大台子一六百点 叫做多少钱 叫做十二万 如果你还可以做个两口三口 甚至五口十口的话 那各位 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 何况 对不对 你说 对不对 一口十二万 你除以保证金八万多 各位 你平均一个月的报酬率将近快一点五倍 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是在做股票的话 我请问你 你做什么股票一个月 可以给你一点五倍的报酬率 一点五倍一个月 各位 你说还有老师 一个月一点五倍 那个天文数字 不会啊 我说各位 你做九点 各位 你十二万 你切切一天才三十点 有多吗 很难吗 那各位 你不要说像今天 对不对 你就箭头这样跟着操作 而且我说 各位后面不要做 你先开盘两笔 箭头跟大伙同像 你先做一笔 一笔他已经杀了二十点下去了 九零九五番多 大伙同像再一笔上去 对不对 各位 光这两趟 就将近快五十点了 各位五十点了 大台子一口已经快一万块了 你还能够做过两口三口 五口四口的话 各位 今天一天你知道已经几万 你知道有多少万的你知道吗 你知道薪水 你知道上班族一个月薪水 还在多少钱吗 你一天就多少钱你知道吗 昨天也是啊 还记得昨天 昨天那个大伙同像很强的一样 昨天一开盘之后 对不对 九二一八就能够翻空 大伙同像 一直空 空到九一七七那个地方 翻过一只多 空那先跑一趟 各位 那一波四十点 往下杀了四十点下去 各位 我说你一天三十点的话 昨天第一波就已经超过三十点了 你后面也可以下课不要做了 后来九一五四间头又翻空 大伙还在做空 你要去做 你再去拼第二笔 不是各位 寻常 每天顺着大伙的方向 你做一笔也好 做两笔也好 顺着大伙的方向 对不对 你做一笔也好 做两笔也好 我跟各位讲 天天就这样在做 各位这样做难吗 我也讲各位 不要冲到搜盘去 开盘以后 做一笔两笔 大概顶多就是十点多 十一点就下课了 后面你可以去做 你自己爱做的事情去 我这才做的 真正叫做快乐幸福的投资人 各位 有维国庆在节目上 我给你算计效 我需要跟你讲 从开盘 对 什么冲了什么几十八 什么三十五十十次 你看我赚多少钱 不用啊 我会再讲 你开盘对不对 一笔也好 两笔也好 赚到你当天 你该赚的 你就下课去了 各位 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各位 你跟维国庆 你跟维国庆这种做法 会跟你过去你的做法 你比比看好 是吧 而且各位 我说真的了 反正什么事情 真的各位 都是对不对 以简单明确 什么事情各位 真的是对不对 不要让自己 不要让自己搞得太辛苦 这才是你在股市里面 你真的该走的一条路 对不对 其实今天这个盘说真的 今天盘其实台股 算是来回震荡了 对不对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最近这一阵子 这一两个礼拜以来 不但台股再跌 其实亚洲股 是普遍都是比较弱 对不对 你看 而且目前来讲的话 尤其你看 你说像陆股 对不对 像陆股其实这一波 也算是一个很弱的 已经两个多礼拜时间 陆股几乎每天都在跌 但重点是 在台湾市场里 不是有个陆股的ETF 对不对 很多投资人 很喜欢做陆股的ETF 什么护生300 什么什么 做那种东西 什么上证 什么几倍几倍 问题是各位 问题是 微博信我也带着会员 我们除了做期货之外 各位 我说过 其实ETF这个东西 不论你是做期货的 或是你是做股票的 我一直在跟你 请你一定要去注意 去做ETF 因为ETF这种产品 将来一定是市场上的主流 那各位 我们看右边的各位 所以微博信 我在2017年 对不对 我在我的全球投资家里面 我把台湾 有没有 台湾50 挣2 互生350振2 日本振2 我把这四个主要的 对不对 跟台湾投资人 比较熟悉的市场 我把这四个ETF 我把纳入到我的 叫做全球投资家里面去 我也是跟你讲 各位 当你觉得台股不好做的话 对不对 还有很多股市等着你做 甚至黄金石油都可以做 好 但各位重点是 这个礼拜 除了台湾再跌之外 那各位 我说过 其实很多投资人 对不对 最近很喜欢去做 做入股的ETF 但各位 你还记不记得这一段 前面的我不说了 我说我最近在 各位 当时 我们以这个 互生300来看的话 各位 最近这一段 从差不多10月底 从12块02 出现波段买讯 一直到有没有 12月5号这一天 我把这一段 单独放大在这个地方 你看得更清楚 各位 在12月5号这一天 两个礼拜以前 当时在节目上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标的物也照一下 各位 互生300 各位 在10月5号那一天 就已经在 微游信 先就已经出现到 波段卖讯了 各位 而且我就跟你讲 我说各位 微游信的会 你开始在跑货了 你不要还在那边 傻傻的想说 而且两个礼拜以前 大家还都跟你讲说 入股很好 对不对 各位 很好吗 到今天 已经倒跌十几%下去 真的跌回到 已经跌回到起账点去 因为各位 如果前一波 你有去做入股的ETF 而你要是你没跑的话 我跟你讲 当时在13块多 14块是你没跑的话 恐怕低下来 你当然不甘心跑 你总认为说 他会弹上去 结果你不跑 跌更深 就是这样子来的 各位 要是你没跑的话 你真的是 抱上去又抱下去 所以我也是 各位 我也讲各位 其实 如果你看当天 有两个礼拜的话 你都会有印象 说对啊 两个礼拜以前 当时在12月5号这一天 我就跟你讲 各位 微国新的ETF 已经出现破断卖讯了 你不要傻傻想说 当时市场都跟你讲说 路股很好 点到这个地方 已经倒跌十几% 所以各位 我说各位 真的叫做路遥之马力 时间证明一切 东西好不好 对不对 每一天都验证给你看 好了 那各位 反正对不对 你做股票也好 你做期位也好 你做ETF也好 我说各位 但重点是讲各位 ETF这个标题 你真的要多好好的注意一下 好了 不管怎么说各位 反正今天这个盘 开盘的时候 对不对 杀那一波 你晓得今天低点 会在9090附近 那各位 如果说今天这个盘 开盘以后 今天低点在9090附近 要是你不知道的话 而我在8点51分 已经在通知会员 那各位 如果今天低点 你又抓不准的话 那我请问你 那下个礼拜一 下礼拜一开始 那下礼拜一的高低点 会在什么地方出现 你想不想预知 如果你想预知的话 以及礼拜一 该如何操作 你想知道 该怎么操作的话 请你现在赶快一通电话进来 那各位 来问一下 到底礼拜一该怎么操作 好了 那各位 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礼拜到底盘该怎么看 还有什么东西 要特别注意的 我下礼拜再说 下礼拜再说 好 我们谢谢老师的分析 广告之后 还有更多重要的投资消息 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各位投资人好 我是魏国庆 从这个12月26号开始 各位只要下载 这个三立新闻网的APP 那从下午三点半开始 各位不论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随时随地 收看到我们盘中的即时节目 谢谢大家 永辰国际